大家好,歡迎大家又來看我Coffee Shop的第五集 我知道我已經很久都沒有更新 但放心,今年也會繼續更新更多Coffee Shop 這次我們第一間要介紹的就是這間在荃灣街市附近的一間很有性格的Coffee 大家看到Coffee名有六個零就知道整間Coffee都是用黑色風格為主 話說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因為太多人了,所以就放棄了 第二次來的時候,剛巧紅雨 我們幾經辛苦,濕透了走進來 誰知那天竟然沒什麼人,所以就很幸運坐到窗口位 我們這次試了這個Gracamole牛肉沙蜜汁 只是35元而已,咬下去其實我真的覺得挺好吃 而且它很有心思,將它排到整個心形 一樣,我也是喝了Ice Latte 你不要看見它大大杯,其實它只需要34元而已 另外,我們也試了它們比較名牌的黑炭Latte 這裡的食物和環境來說,總括來說我都覺得挺划算的 因為其實它也坐得很舒服,它的空間也很大 雖然那天下雨了,但我們竟然有幾分鐘 看到有陽光射入那間Cafe島,是很漂亮的 但有一個不好的地方,就是它裡面是沒有洗手間提供的 所以如果要去洗手間的話,就要走去附近的商場 所以也不太方便 所以也建議如果你們下次去的話,最好先去洗手間吧 第二間就是位於中環SOHO唐樓頂樓的一間咖啡店 因為我們也怕之後晚一點會有很多人 所以我們其實那天11點多就去拿了位置 它也有室內和室外的座位置 如果天氣不錯的話,絕對建議大家可以坐出去 因為都挺舒服的 今次我自己最期待的就是它這個Cheese Basil 為什麼叫Basel,不是叫Bagel 因為原來它是用Bagel和Pretzel去結合出來的 Cheese這個其實它就加了三款不同的芝士和香草味 所以我覺得煙嫩度方面,其實它比起普通Bagel會比較硬 另一款令我感到驚喜的就是這個Brownie的巴斯克芝士蛋糕 因為真的很好吃 它底部有Brownie,所以除了吃起司蛋糕之外 下面的Brownie也很好吃 另外Amerikano方面,我覺得它的咖啡豆這次竟然會有花味 所以我覺得和朋友一致都認為是很香很好喝的 另外我也有朋友介紹我要喝它這個開GX的拉丁 所以我自己也試了,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這次就只有膠杯了 因為平時我看到人喝都是有很漂亮的杯 第三間就是九龍城這間八年藥店,活化造了咖啡店 它的名字就叫做大和堂 進去右邊,其實你會看到他們還保留了一幅很大的八指櫃場 原來前身是開了八十多年的一間藥店 雖然也沒見過舊時的面貌 但店舖也很好,保留著一個懷舊的裝修 雖然是行懷舊裝修 但我想說它的食物名字一點也不老套 你打去菜單,其實它的名字也挺特別的 因為當時不算好餓 所以我們就只點了一個Churose配柯華田雪糕的甜品 我想說是真的超有驚喜 因為它真的超脆超好吃 我想說如果是喜歡吃Churose的粉絲,麻煩真的要點 另外就是它的名牌,大和堂拉丁 其實我覺得它的味道有點像普通末桂拉丁 另一杯啡酒其實就有點失望 因為它一般的,真的只有甜味 就沒什麼咖啡味 而且我覺得它店舖門口拍照真的挺漂亮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去的話都可以在門口拍合照 最後一間咖啡店是在深水埗上年8月才開的 他們的名字叫Freezing Inn 其實他們在觀塘是一間專門做水泥小店 它的名字叫Freeze Lifestyle 聽說是兩個女生主修室內設計而開的 Freeze有指水泥凝固果沙拉 所以我覺得它的名字也挺特別的 店裡其實真的不是讓你坐下來喝東西的 所以除了買東西之外 它還有一些水泥的家品 還有一個很mini的水泥workshop 在裡面的 店裡經常都會看到一個三文魚頭人類身體的圖案 其實它是予以逆流而上的 這一間是主打手沖咖啡的 我們也有選到一個Kanya的咖啡豆 它不算很濃,也比較淡一點的咖啡 另外我也叫了它們的Matcha Latte 我自己覺得是挺好喝和挺濃的 如果真的想坐下來喝東西的話 其實它外面也有幾張他們自己做的水泥椅 可以坐下來一下 好了,這次第五集的咖啡店就已經介紹完畢了 希望大家也喜歡這次的分享 我們下次的咖啡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